大家好,我叫莉莉 今天想要跟大家来分享一下 我1月22号那天 跟我的上师尼西亚南达大师的见面会的心情跟感受 那天呢,是我们整个大中华地区的 尼西亚南达大师的信徒学生的一个见面会 当天确实是期待很久了 因为大家都很期待看到我们的上师 一个阿凡达在世 跟他一些互动,非常的期待 我自己也是在没有见到他之前 有各种的幻想了一下 就觉得说,我见到我的上师 我会有什么样的心情跟表现 但是其实,我以为我会哭 但是其实我见到他的那一天 我整场都在笑 而且那个喜悦是太开心了 真的是太开心 非常满满的喜悦,满满的爱 我们的上师在见面会上面也很可爱 他为了我们还专门去用了几句中文跟我们来互动 就大家觉得他很可爱 非常的慈悲 整个会议当中我就感受到 爱 就是爱 就觉得无限的爱 大师 他的言语不多 他的每个停顿 他的每个词语 都让我无限的感动 他在说,用中文说我爱你的时候 我整个心轮都在旋转 我整个人的累在空间都被爱给填满了 我感觉我每一个细胞都在欢喜跳跃转圈圈 就整个忍不住 所以就一直的笑 然后也跟他回应说 是的是的我也很爱你 我真的非常非常爱你 是的 上师我非常的爱你 也谢谢你改变了我 然后 这个会议呢 我们整个持续到了凌晨的四点 然后再加上我真的太开心了 我就跟了我几个同修分享了一下 聊到大概四点半 我就上床休息了 大概在六点多我就起来六点半的样子 我起床 所以我总共就睡了两个小时 我要送我的小朋友去上学 其实我是一个有一点那种睡觉不够 睡眠不足 有一点情绪的人 也有一点起床气的人 但是我在送我小孩的路上呢 我还没有感觉到 我只是感觉到我今天好像身体比较轻盈 也没有那么疲惫的感觉 并不觉得累 然后后来送完小孩 我在回来路上 我才发现 我整路都在带着微笑的嘴巴 回家 我觉得哇太神奇了 这个是因为我觉得 是我内心真的太开心了 就是 很没有意识到 后来才发现 哇其实我在笑 我整场都在笑 这个 累在的喜悦是 不能 无法掩盖的 我持续这么开心 到了隔天的我们有了大象 是一个尸泼五神的大象 我没有任何的身体反应 但我到了尸泼五神的大象 结束完之后呢 我发现了我头晕 发现恶心 其实我那天还没有吃东西 我整个人非常恶心 非常的头晕 我就结束完 我就受不了了 我整个人就 非常的不舒服 然后我就回到床上 休息到晚上的五点多 实在要爆炸了 大概到晚上忍不到 忍到晚上八点多 我就 受不了了 就哭 狂哭 我不知道哪里来的 原因就是受不了 就一直哭 哭得非常的歇斯底里 哭完了 我的头也不痛了 我的 那个 太阳穴要爆炸的 那个感觉也没了 就整个人就好了 后来我才觉得说 我在排毒 因为我觉得大师 又在帮我一次 做了一次 非常彻底的圆满 我隔天就 整个人的心 跟身体 又恢复到 那个轻盈的状态 我非常的感动 我觉得真的是太神奇了 谢谢我的上师 谢谢你们的聆听 谢谢我自己 谢谢相遇 谢谢大家 一点论答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